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在开始游玩新冻冻文学社之前 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 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 How's everything? 大家好,我是甜食游灵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 Doki Doki文学部 然后我们先要载入游戏 我们上一次到 可以点选skip键来跳过 已经看过了,对白 我们现在要写诗 好可爱哦 所以这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攻略的女孩子 我喜欢紫色头发这个 尽量选择攻略对象所喜欢的词汇 然后悲剧 蛤?你是喜欢悲剧的? 最后一个了 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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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人 好混乱哦 嗨,Yagi又见面了 我还以为你会被我们吓跑呢 别担心的,不会啦 虽然有我来说有点奇怪 但我至少也算是个手信的人了 是的,我回到了文学社 因为我是最晚到的 所以其他人都已经开始闲聊了 谢谢你信守了承诺呢,Yagi 希望这承诺对你来说不算太重 让你在尚未熟悉文学时就一头栽进去 少来了,别说得像是能够让他偷懒一样 少里跟我说过 原本你今年不想参加任何社团的 去年也是 虽然我不知道你来这只是想要随 打算随便看看还是怎样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的话 你可就要完蛋了 身为一个在社团教室放了自己漫画收藏的人 夏树你还真是多嘴啊 默默默默 夏树的嘴唇 夏树的双唇卡在 Monica和漫画这两个词中一动也不动 漫画也是文学 拜夏珍的夏树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别担心嘛 只要Yaki能够乐在其中 他能够做到最好 即使我什么都没说 他还会帮我做这些琐事 等一下我的 哇我的心跳一来越快了 像是帮我做饭 帮我打扫房间 那还真是可靠呢 Saioli 那是因为你的房间真是太乱了 更别说是有次 你差点让整个房间烧起来 到底会做怎样事才会烧起来啊 是这样吗 嘿嘿 你们两个的关系真的很好呢 不是吗 我可能会有些妒忌呢 嫉妒呢 怎么会 你也可以跟Yaki成为好朋友啊 好可爱哦 Saioli 就像往常一样 看起来 Saioli并没有意识到 她把我治愈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对了 Yoli今天还带了东西要给你哦 等等 Saioli你等一下 别害羞嘛 我没什么啦 别害羞嘛 真的没什么 那是什么 别在意 我好惹 Saioli太过小题大做了 嗯 我该怎么办 诶 Yoli不好意思 我讲话没有经过大脑 看来是我来救场的时候了 别担心 首先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期待过什么 所以对我来说 你们的任何友善都是惊喜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很开心的 是这样吗 嗯 如果 你 哦不是 是换我了 是啊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会小题大做的 嗯 好 好吧 那 这给你 Yoli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了一本书 我 我希望你可以更快融入我们 所以我就找了本 你 我想你可能会喜欢的书 这 这是小篇幅的作品 即使你不常阅读 应该也能保持注意力到最后 况且我们可以 嗯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一起讨论 这 这 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可爱 就连我这种不常看书的人 他都为了 他都为了我挑了本我可能会喜欢的书 Yoli 谢谢你 我一定会读的 我满怀热情的接过了这本书 呼 嗯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读没关系 我期待听到你的感想 既然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我原本以为 莫妮卡会开始进行一些预定的社团活动 然而没有 小优利和莫妮卡在社团教室角落愉快的聊着天 优利则把自己的脸埋 啊 则 优利一把脸埋进了书中 我情不自禁的注意到他那认真的眼神 像是在等这机会已经很久了似的 在此同时 夏树好像似乎在储藏室里面找什么东西的样子 我很想要再和Yoli多聊聊 但同时我也不想到 不想要打扰到他读书 我这怎么念 我瞄了一眼他那本书的封面 好像就是他借给我的那一本 诶 所以他特地在买一本哦 还是在去借的 哇 哇 太可爱了吧 不仅如此 他好像还在看最一开始的集耶 啊 啊 啊 糟糕 他似乎注意到我在看他了 他又偷偷瞄了我一眼 我们的视线有那么一瞬间交会上了 但即使 但那使得他把头埋进书里埋得更深了 啊 抱 抱歉 我只是在发呆 在发觉自己让他感到不适后 我小声地低语着 嗯 嗯 没 没关系 要是我注意力集中的话 那我一开始也不会注意到了 不过我只是在重读这本书 所以 就是你给我的那本 对吧 嗯哼 我想要再重读一部分而已 并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嗯 只是好奇的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有两本一样的书呢 嗯 嗯 嗯 那 那个我昨天走到书店的时候 啊 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是说 我只是碰巧买了两本而已 哦 好 好吧 显然 幽里在隐瞒着什么 但我决定不再追问 嗯 我一定会开始 尽快开始读的 嗯 那挺好的 一旦你开始读了 你可能很难再把它放下咯 这个很吸引人 能够让你有代入感的故事 这样吗 话说 他大概是在讲什么的呢 嗯 这个嘛 嗯 幽里合上了书 开始 开始扫试着书的背面 这本书的标题是 马可洛夫的肖像 封面上还有个不祥的眼睛符号 嗯 好了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我会不会不小心剧透了什么 简单来说 故事一开始 说的是一名女高中生 与她失散多年的妹妹重逢 但随着她开始跟妹妹同居之后 她的日常生活开始变得非常的诡异 她开始被一些 从人体实验监狱里逃出来的人追杀 而当她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她迫切地需要选择到底该信任谁 但无论她如何选择 最终她都会摧毁大部分的人际关系 人生也因此分崩离析 嗯 这个剧情实在有点 有点黑暗不是吗 尤里的语气能够让她觉得 能够让人觉得她是个愉快的故事 可是剧情却出人意料的黑暗 哇 切开来是黑的 尤里突然倾笑了起来 你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这种故事啊Yagi 呃 那 那倒也不是啦 应该说我的确能够享受这种故事 别担心 嗯 但愿如此 是啊 我完全忘了尤里很喜欢这类型的故事 她看起来如此害羞又孤僻 但思维却好像完全不同呢 那只不过是那一类的故事啦 那类会让你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人生的故事 当恐怖事件的起因不再只是因为有人想要作恶 而是他们自己 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或是他们自身坚信的处事哲学 突然之间在你自以为懂得主角群的思维时 我的 哇 知痴痴 好不会卷出了 呵呵呵 你就会意识到他们才是那些不成熟的 以片面的道德价值干涉反派计划的人 我 我是不是说的有点乱 又变成这样了 我很抱歉 欸 嘿 不用道歉的 我没有上市兴趣啊 那 那那就好 但我觉得我最好还是让你知道我有这个毛病 当我曾经在书籍或是写作的世界里的时候 我有时会忽略忽略周遭的人 所以我若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那真的很抱歉 如果我又开始讲个不停拜托阻止我一下哦 其实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不需要担心 这只是说明你对阅读有莫大的热情罢了 我至少可以在旁边听着 毕竟这是文学社嘛 嗯 那 那个 好吧 的确是这样 说起来 我也差不多该开始读这本书了对吧 你 你不必这么做的 呵呵 你在说什么啊 刚刚你还告诉我你很期待呢 嗯 等我把它拿出来 我迅速的把那本书从包里面拿了出来 嗯 好了 我坐在这里没关系吧 我轻轻地坐在 我轻轻地在优里身旁的位置坐下 啊啊 嗯 你确定吗 你好像会有点不安 嗯 那 那只是 我很抱歉 我 我不是不想你住在这儿 只是 我 我还不是很习惯 那个 有 有人陪我看书 啊 这 这样啊 嗯 如果我会让你分心之类的话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没关系 嗯 好 好 好的 我翻开了书 读起了序章 我很快就明白了幽灵所说的 有人读着 有人陪着读书的感觉了 我感觉他好像就 我感觉他就 像是在我背后陪着我读书一般 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虽然可能会令人分析 但不过这种感觉本身还是挺舒适的 幽灵就在我的视线的一角 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看他自己那本书 我瞄了过去 他好像是在看我手里的这一本 抱 抱歉 我 我只是在 幽灵 你太常道歉了啦 是 是吗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抱 抱歉 我 我是说 呵呵 来 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把桌子 我把桌子靠到 幽灵的桌子旁 然后把我的书 放在两张桌子之间 啊啊 我想是可以 幽灵修斯尔迪 合上了他手里的那本 当我们两人都能 都稍微 侧倾一点的话 肩膀就几乎能碰到了 我的左臂似乎挡住了他的视线 所以我改用右手拿着书 啊 这样翻起来书似乎有点困难 嗯 这样 哇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了 优理举起左手 用拇指和食指握 握着书的左半边 啊 我用相同的方式握着书的右半边 这样一来 我每翻译过一页 优理就可以把那页扣在拇指下 但只要拿着书的话 我们比之前靠得更近了 这让我开始静不下心了 我几乎都可以感受到 优理脸颊的温暖 而且他就在我视线的一讲 为什么要重复讲这一句 你 你准备好了吗 我描过来了 啊 欸 翻 翻页 啊啊 抱 抱歉 我 我刚才分心了一下 我再次望向优理的脸 而我们的视线就这么交汇了 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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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啊 啊 啊 对不起 没 没关系的 你平常没有读书的习惯吧 如果你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读的话 我可以耐心等你 我至少能为你做到这件事 毕竟你也对我这么有耐心 啊 啊 好 好吧 谢谢 我们继续读着书 优理 没再问过我准备好翻页了没 于是我就默认她读的比我快 在看完之后就直接翻页了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的读完了第一章 但即使不说话 每次翻页都能像一次亲密交流 我的拇指轻柔地放出一树叶 让她飘向优理 她只用拇指接下了她 嘿 优理 这样想可能有点傻 不过 我从主角身上看到了一些你的影子 你 你这么认为吗 为什么呢 嗯 好吧 我想她在很多方面都更直率一点 但她会去质疑自己的为人处事 就像她会害怕自己做错了什么 倒不是说我可以看到你的想法之类的 只是让我联想到你的举止而已 这样啊 优理沉默了一会儿 但 但是Yagi 咳咳咳咳 那 那似乎 不是什么好的共通点吧 嗯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我会有点尴尬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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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她不好 我抱 抱歉 我实在 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自我认知 我只是想说这样挺 挺可爱的 啊啊 哈哈哈 我 或是 imposed 我不是 bona另外 你 哪里哦 Commissioner 我 我 好了 各位 哈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开始分享今天的诗 要是等太久的话 我们的时间可能就不够了 啊啊 尤里从她的思绪中解放了出来 松了口气 还好吗尤里 你似乎有点低落 如果你不乐意的话我很抱歉 那倒没有 我没事 尤里松开了她的手 让书合在我的拇指上 好吧 我今晚再多读一些吧 还是你希望只跟你一起读呢 我两边都可以 这样的话我今晚还是多读一点好了 等我读得更深入一点再和你一起看 这样更有意思吧 说的有道理 这样的话你可以在有空的时候 先读完切两张 好的 我站了起来 在心里记下自己大致上读到哪里了之后 把书放回了书包 他们没有东西要书签吗 顺带一提 你们昨晚 昨天晚上都有记得要写诗吗 嗯嗯 我的放松时刻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答应要做这么令人羞耻的事情 老实说我找不到什么灵感毕竟我从来没写过诗 嗯 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 和不找人分享一下呢 我都等不及啦 萨尤里和莫尼卡迫不及待了拿出了他们的诗 萨尤里的诗写在一张从双环笔记本撕下来的皱巴巴的纸上 而莫尼卡则将则把诗写在了作文本上 我从座位上可以看到莫尼卡那干净的笔记 夏树和尤里也把手伸进了包包 一点不愿的照做了 我也该照做吧 我该把诗给谁呢 嗯 因为我要走优理路线所以就 优理似乎是最有经验的 所以我应该从她开始 我相信她的意见是真心话 随着优理读过诗文 我注意到她的眼神亮了起来 卓越 诶 什么意思 嗯 我刚刚大声说出来了吗 优理先是污住了嘴 随后掩住了整张脸 我 嗯 她会讨厌我的 嗯 你没有做错什么啊优理 诶 那 我想你说的都对 我在紧张些什么啊 优理深吸了一口气 那么 你有过什么样的写作经验吗 你在意象或 你在意象和影韵上的运用表明 你之前写过很多书 很多诗 呃 这 真的 哇 这可真是了不起的称赞啊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写诗 真的 啊 什么 优理茫然的盯着我 然后又看了一遍我的诗 嗯 那个 其实我知道的 我只是说 嗯 嗯 优理的声音小了下去 无法找到一个借口 她用手指指画着诗里的文字 似乎想要更透彻的分析它 嗯 好了 我找到原因了 只不过 诗里有一些通常能在新手作家文章中看到的典型写作习惯 我也是过来人 所以对这些习惯都有些熟悉 我觉得 新手作家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他们会非常谨慎地决定自己的风格 换句话说 他们更喜欢抽离主题来选择写作风格 然后再将这两者结合 而最终结果就是 风格和表现力都被削弱了 一旦优理找到了思路 那么她的举止就完全变了个样 她的结巴完全消失了 而她听起来就像个专家一样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 即使是写一首简单的诗 也有大量不同的技巧和技术 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找到并建构它们 而是让它们互相配合 这样才可 这可能才是最有挑战性的部分 这可能会花上你一点时间 不过这一切都要从实践 实力学习 以及尝试新事物中来获得 我也希望社团中的其他人 可以给你宝贵的反馈 不过夏树可能会有点偏见就是了 诶 偏见怎么会呢 嗯 嗯 但我没说 我不应该那样谈论别人的 抱歉 没关系的 我不知道Yoli在对着谁道歉 是他自己我还是夏树 介意我现在读你的诗吗 嗯请 我很乐意分享他背后的思想过程 Yoli恍惚地笑着 似乎对他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但这本身却有点好笑 毕竟这不就是一个文学社团吗 Ghost Under the Light The 我看不太懂他的字迹啊 这是T吗 等一下 我看不懂那个是什么字啊 The Trenure of my hair Illuminates breath The Amber glow Bathing It must be this o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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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这是R 吗 R还是T 没有 这T 对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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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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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get to be replaced by the sickening blue green hue of the future. I bath calm, breathing in the present but living in the past. The light flickers, I flicker back. 我完全看不到,可以顯示一文耶。 這字也太...怎麼會選這種字體啊? 燈下魅影,我捲曲的長髮, 竟然在街燈的琥珀之下,我想這就是它吧,在十隻的... 在十隻的沖刷下,倖存的最後一盞街燈, 高...蛤?被將來的噁心侵略吞沒, 我竟存在...啊啊啊啊!高光! 在時光的沖刷下,倖存的最後一盞街燈。 哈哈哈哈哈 我竟在光中沉浸著, 吞吐著... 吞吐著...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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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獻...獻... 獻... 獻... 卻... 煩繞於過往, 燈光閃爍,將我夢醒。 你明白了嗎? 欸,如果我剛剛唸的... 反應被他看到,你看他的表情就已經是像那樣子很失望的樣子。 這個字不會唸,那個字也不會唸,也讀不出來, 你不了解裡面的意思。 抱...抱歉,我的字寫太糟了。 噢,所以是真的是... 呃... 什...什麼? 我...我完全沒有這麼想啊,草...草書也很漂亮啊, 嗯... 只是我不會唸而已啦,呵呵呵呵,對不起。 嗯... 但...但是你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讀完。 阿... 嗯... 我...我只是不常讀手邪題而已啦, 我...我其實是覺得你的字挺漂亮的, 對...對...對阿! 吼...那我真是鬆了口氣。 吼... 還有,我...我也喜歡你的詩喔! 吼... 雖然不常但表現得很生動喔! 開始...開始在... 說的一些很... 怎麼講... 跟口是心非的讲着 不会太短吗 我平常会写长一点的诗 一点也不短哦 不短不短不短哦 做贼心虚 高兴你能喜欢 说实话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分享诗 所以我想写的平淡一点 或是容易让人领悟 你对你对优理很感兴趣吗优理 实际上故事跟幽灵完全没有关系哦 真的吗 完了 我肯定是完全理解错了 毕竟我想你只是稍微看过而已 不过你要记住 诗人常常会在自己的作品中 表达他们的思想 情感以及经历 他们通常不会只是简简单单讲一个故事 或是画一幅画 在这种状况下 或许诗的主题只是在象征意义上比了个幽灵 徘徊在他最后的归处 无法放下他的过去 而且很快就会一无所有 嗯 这样解释的话 诗就变得严肃了许多呢 我想都没想过 就让人印象深刻 诶 那没什么的 真的 你的事业很让人印象深刻啊 所以 不 说真的 反倒是我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一两点 你真的这样觉得吗 嗯 当然了 嗯 你知道吗 做这种事情让我非常的紧张 不过到头来我还蛮享受他的 我会继续为你尽力的亚基 啊 嗯 我也是 我也是